大家好,我是Dan Super Junior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汗流帝王 他们的粉丝遍地全球 只要是换汗圈的人基本都知道他们 但是大家知道吗?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牢不可破的组合 竟然差点因三瓶盖水溅事件而面临解散的危机吗? 一、二代粉丝们应该知道这件事 我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在Super Junior发表Mr.Simple后的有一天 成员们在参加完节目的预录后 一部分成员在待机室休息 有的回了宿舍 还有一些人则去了其他地方 这个时候Qian刚从教会回来 他一进到Super Junior的待机室 就看到童谣和Enel正拿着装水的瓶盖 犹豫着要不要洒在已经睡着的Ethic头上 Qian觉得这个场面很有趣 于是决定加入他们 Qian接过童谣手上的瓶盖 将水洒在了Ethic的头上 随后迅速躲到另一个沙发后面 Ethic被水弄醒后 愤怒地掀开被子 并质问是谁弄的 童谣无辜地说不是自己 Ethic又转向Enel 结果Enel也否认 Ethic开始在房间里寻找捉弄自己的人 而此时Qian在沙发后面偷笑 随着气氛逐渐升温 Qian觉得事情有些失控 便笑着成人是自己弄的 Ethic随即气氛地打了Qian一下 当时所有的人都目睹了这一幕 包括化妆师 造型师和经纪人 甚至还有FX的Victoria也在旁边 愤怒的Ethic离开了待机室 Qian则紧随其后 Ethic走进洗手间 靠在床边思考自己是否反应过际 与此同时 Qian感到失落和委屈 因为成员们之间的玩笑向来都很大 他觉得凭该闹剧 不至于发展到打人的程度 心中想着 Ethic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 并对Ethic表示 无论如何这样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即使自己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身为哥哥的Ethic也不应该如此对待他 Qian的眼泪几乎要流下来 无法再继续说下去 只好离开了现场 在独自冷静了一段时间后 Qian决定重新回到待机室 在回去的路上 他看见Ethic无力地坐在楼梯上 但他压抑住自己的情绪 便走进了待机室 回到待机室的Qian一言不发 呆呆的作者 这时Ethic走过来对他说 如果今天获奖 就由你来发表获奖感言吧 当时Super Junior是Inki Gaiu的一位候补 虽然Qian嘴上拒绝了 但心里其实已经默默地想好了获奖感言 果不其然 Super Junior获得了一位 Qian以为麦克风会给自己 没想到却给儿娘了 不过儿娘当时的表情也有些奇怪 但Qian并不知儿娘发生了什么事 儿娘在台上面无表情地 发表了十分官方的获奖感言之后 主持人就宣布了节目结束 导致Qian没能说出 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获奖感言 在Qian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儿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让我们把时间转到Qian不在的待机室里 从儿娘的视角来看 这一切其实是这样的 当时Qian已经去了教会 不在现场 原本Super Junior与FX的 Pictoria和Luna一起准备合作舞台 但在事前录制时 Luna不幸扭伤了脚踝 紧急送往医院 现场气氛瞬间变得沉重 为了缓解气氛 YT鼓励成员们对他开玩笑 表示自己无论如何都能接受 成员们顺势开了小玩笑 等到YT觉得气氛差不多时 他便躺在沙发上盖上被子准备休息 然而调皮的Qian 却把装水的瓶盖 撒在了YT的头上 YT虽然笑着叫停 但儿娘却敏锐地察觉到 YT的笑容背后 透着一丝不悦 儿娘内心感到犹豫 觉得气氛似乎不太对 想要制止这一切 然而同爷未察觉到YT的情绪 并继续捉弄他 YT轻声劝说他 不要再弄了 但同爷无视了他的话 反而试图再倒一次水 这彻底惹怒了YT 他咬着牙说 不要再弄了 同爷这时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迅速停手 就在此时 Qian刚好回到了现场 看到儿娘和同爷捉弄YT的情景 觉得很有趣 于是接过瓶盖参与情统 然而此时的YT已经人物可忍 内心的怒火爆发了 他站起来走向儿娘 打了儿娘的头并质问他 这让儿娘内心感到非常委屈 觉得YT是不是认为自己好欺负 并连忙解释说不是自己 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 YT与Qian发生了冲突 之后解决了矛盾 但YT似乎完全忘记了 之前让儿娘委屈的事情 因此儿娘才在后来的获奖感言中 情绪显得低落 表情也不太好 接下来 YT的视角解释了他的内心挣扎 为了回约气氛 他让成员们开自己的玩笑 等到觉得气氛差不多时 没想到脸上突然有东西滴下来 起初他以为是口水 心中纠结着 作为队长的形象 是否应该发火 直到第二次水滴落下来 YT才意识到这是故意的 于是他掀开被子 以为是童爷搞的恶作剧 便把被子扔向童爷并质问 然而童爷连忙解释不是自己弄的 YT转向儿娘时 由于角度问题 他误以为儿娘在捂着嘴笑 便认为罪魁阔首就是他 于是YT将怒火发泄到儿娘身上 打了他的后脑 儿娘被打后立刻大声反驳 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此时QN的笑声解露了真相 YT转瞬间感到自己被刷 情绪有些失控 上前就打了QN的后脑 但QN并不知道之前发生的不愉快 而YT转误解了他 认为QN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恶作剧 随后YT转跑到厕所 开始后悔自己没能控制住情绪 忍不住流泪 这时QN走了过来 但YT转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脆弱的一面 便冷冷地说他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 QN听后也哭着离开了 平息情绪后的YT开始思考 如何解决这一切 甚至一度考虑到组合解散的可能性 最终他还是决定去找QN道歉 然而就在上台前15分钟 YT发现Unyu独自一个人心情低落 这才意识到自己最应该道歉的人是Unyu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解开矛盾 就直接上了舞台 最后心动的视角让整个事件更加立体 原本在待机室睡觉的心动 被QN被打的声音惊醒 他意识到气氛有些不好 心中暗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搞笑的是 负责拍摄的经纪人 竟然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他们刚刚发生的闹剧 看完经纪人录制的影片后 心动决定出手帮助他们和解 于是开始劝说YTQN和Unyu三人 节目直播前 其他成员们陆续回来 但没人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感受到压抑的气氛 谁都不敢开口说话 在安可舞台上 心动虽然一直努力带动气氛 但成员们的态度依旧很消极 舞台结束时气氛也非常低落 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 尽管挨个劝说却没有成效 舞台结束后回到待机室 看到成员们的状态 想着自己白费了力气 心动火猫三丈 正好眼前有个箱子 他便骂便踢了一脚那个箱子 然而那个泡沫箱里装着可乐 恰好那些可乐全部撒到野生身上了 事情变得更加严重 野生被可乐弄失后 一直安静的他终于爆发 并向着心动大喊 但在那个情况下 心动也不好辩解 因为野生并没有错 最后心动感到又气愤又委屈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所以成员们是怎么化解的这个危机呢 在英格尔结束后 成员们敢去录制Tribite Team Team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在节目开始后 当时紧张的氛围瞬间被化解了 成员们的团结在比赛中得以体现 那天尹尔在比赛中拿到了第一 成员们欢呼着互相拥抱在一起 在那一刻 所有的误会和不快全部化为乌有 就这样成员们彼此之间也彻底和解了 总结一下就是 童爷和尹尔一开始和队长开玩笑 结果队长说不要再弄了 想睡觉就躺下 没想到童爷对着正在睡觉的队长 泼了两次水 导致队长生气 然后队长又躺下 这时完全不知情的举衔进来也泼了水 然后迅速躲起来 队长本以为是恶娘干的就打了恶娘 结果举衔笑着说 是我啊 队长气得又打了举衔两次 后来队长试图向举衔道歉并解释 但事情没有顺利解决 搞笑的是 队长望进来还没向被冤枉被打的恶娘道歉 恶娘也因此生气了 在事情还没完全解决的情况下 他们上台表演 导致表演时的感谢慈汉安可环节变得混乱 秦冬在节目开始前也试图解决局面 结果成员们什么变化都没有 他自己气得剃了后台的一个箱子 没想到里面有瓶可乐 结果可乐炸开见到野村身上 让野村也非常不满 羽衣 羽衣 i know the